在一个车祸的纠纷案件 往往今天被害人他在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 也会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那今天常会有人问说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他们我们会常说 刑事要附带民事提起呢 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在民事 向对方就是加害人提起损害赔偿的话 我们请求法院审判都必须要缴纳一个裁判费 那他有一个很复杂的计算公式 那基本上我都会把它记成是 我们请求金额的大约是1%上下 所以也就是如果今天我是跟对方请求100万 我要缴1万左右 那如果说假设我是请求500万呢 可能就要缴到5万左右 那其实这个金额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笔支出 所以往往就是我们会习惯说 我们先跟我们先在过程先告对方刑事 然后等到检察官呢 他提起公诉之后再告再提告民事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看整个的时间轴 今天车祸发生的时候啊 在刑事诉讼法第237条 他就有规定 今天因为一般的车祸 除非说今天导致对方致死啊 大部分我们提告都是提告刑法的第284条 过失伤害 然后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是在刑事诉讼法 第237条有规定 今天我们如果说是告诉乃论之罪啊 就是比较轻微的罪 就是比较轻微的罪 我们在得知今天谁是加害者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就要在6个月内 提起告诉 那一般在民事民事的侵权行为呢 他的消灭时效是2年 这一般在民事的侵权行为呢 就我知道今天加害人是谁呢 我必须要在这个事件发生后 两年内 提告民事 如果说我今天不在6个月内 提告刑事之后就不能跟对方提起了 如果不能够在两年内提告民事 我之后也不能够跟对方请求损害赔偿 那会发生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如果说我是在车祸发生后 6个月内呢 提告刑事 这时候检察官他会 他们会先侦查说 到底今天我们的被告 他有没有犯罪事实 所以会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说检察官他在侦查的过程中 时间拖得太长 所以有没有可能当检察官 他最后确定提起公诉的时候呢 已经超过了民事诉讼 侵权行为两年的消灭时效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希望刑事附带民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今天我们民事的消灭时效两年快接近的时候 而检察官还没有提起公诉 因为今天刑事附带民事根据 刑数第487条 他必须要在 刑事诉讼的程序中 才能够提起 也就是说必须要检察官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之后 我们才可以提起民事告诉 而今天有人会问说 那今天民法第129条 他上面不是有说吗 今天消灭时效啊 因为下面的情况 而中断 比如说有什么情况 就是请求向对方请求 第二 对方承认我们之间的确有这个债务关系 第三呢 是起诉 现在问题来了 请问这个起诉啊 是民事的起诉 还是刑事也可以 刑事的起诉算吗 答案是不算的哦 所以说今天检察官 他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啊 这个起诉并不会导致今天民法的消灭时效总短 这边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部分 今天检察官他向法院提起公诉的这个起诉 跟民法第129条的消灭时效的起诉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要注意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今天提起民事附带诉讼啊 他损害赔偿的范围 因为今天过失伤害啊 在刑法第284条 我们提起是过失伤害罪 但是刑法 没有过失毁损罪 没有过失毁损财务罪 他们只罚故意 所以说今天如果对方 我们今天请求加害人他今天对我们做的一些赔偿 像车子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车子可能维修花了100万太夸张了 如果花了20万 这个部分啊我还是要缴纳裁判费的 还是要缴纳 裁判费 我们能够向对方请求 不缴裁判费的部分呢 就只有因为过失伤害 所造成我法医的侵害 比如说胃腐经啊 医药费啊 等等等等的一些损失 这是这比较重要的部分 以上